生命里有三样东西不可以少 空气 水 音乐 已经感动了所有的中国人 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 要么赶紧死 要么精彩地活着 你晋级了 我觉得跟任何人都没有不同 就是大家习惯的时候比较灵活 所以从小就锻炼神 没有人规定就说 不能用讲的做事情 从十岁发生意外以后 做什么样的事情 都知道计划已经可能变化 不会把目标放在半年到一年之间 近期的目标 希望自己进前三年 他具比中国达人的一个潜质 我还是比较看好他的 作为母亲来讲 最重要的我就希望她能够健康 能够平安 那个腿啊 就用手上劲 腿抽筋啊 别人发现付出的 就长得很久对得多 男人要对自己的梦想负责 梦想就是成为一个 一流的音乐制作人 你想比别人走得好 那就比谁更辛苦 如果他只是在弹钢琴 跟唱歌这事上做努力 我觉得他就小了 我觉得他有 奸弃天下的责任 我觉得达人就是 用自己的灵魂 自己的生命去演绎 他的人生 我今天们就是想表达的 希望大家看到的世界 都是非常美丽的 可能有一些小小的不顺 或者说一些坎坷 那都是证明你以后的人生是美好的 掌声有请中国达人秀总决赛最后一位选手 刘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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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